小张通过外卖平台点的餐 商家是冯三娘翘脚牛肉胡宾直营店 两种餐食共计35块钱 点了牛肉饼跟他们家很招牌的那个单份的翘脚牛肉 就点了点完以后 它来的时候这些封建都是好的 我吃着吃着就吃一大半的时候 然后这个牛肉饼里面吃到一个硬物 我以为一开始我以为就是 比如说是牛骨头啊或之类的 结果拿出来一看是一个钉子 那饼已经吃了一大半 那我前面的东西我是不是要去催吐出来 我就很害怕 小张说另外一份餐食也吃了一些没有问题 牛肉饼还剩一小部分 他把钉子单独收了起来 当时感觉各牙就吐了出来 没有扎到口腔 这还是个铁钉子 然后它就是末端还是尖的那种 就是很可怕 半厘米多 这是我第一次点这家店 就真的是也是中奖了你知道吗 照片拍给他们 他就很爽快地赔给我了 小张在平台上传照片后 商家做了退款处理 平台也理赔了35块钱 小张表示 这事让他特别难受 目前的赔偿他不能接受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话 就是吃出问题的话 就是一赔十的这样子 如果不足一千块 就是赔一千块 就是说你的这个数据会发明揭露 这边也会去和商家沟通的 就在还是在处理当中 找到杭州长生路上的这家 冯三娘翘脚牛肉湖冰直营店 一位刘店长回应 这事不好说 他让记者进入后厨 面点师傅现场演示牛肉饼制作 先把馅料包进面团 之后碾压成片 有点像做烧饼 因为这种事情谁都不想遇到的 所以你说如果我们这里面 有个钉子的话 我觉得不太现实的 因为大家也看到 那个加工的那个步骤了 牛肉线放在里面 把它包成团 然后这样擀 然后擀很平的以后 然后会放在锅里面 如果有的话 擀面的时候 那个面就破掉了 在做这个饼的时候 用那个擀面杖擀得很薄 如果像这种有这种衣物的话 它应该 就算如果是有的话 它会被擀出来的 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做这个行业的 应该也不会说 有个钉子放到里面去吧 您如果说 你要是赔偿一千块的话 我们接受不了 现场双方协商后 刘店长同意 按照消费金额的十倍赔偿 转给小张350块钱 外卖平台显示 这家餐厅有透明餐厅的标注 展示了营业执照等 但还没有上线阳光厨房 根据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 外卖商家应当在经营者信息页面的显著位置 以视频形式实时公开食品加工制作现场 刘店长表示 之前装过摄像头 接下来会检查一下没有上线的原因 要不要把黄青眼记住报道